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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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好同学请放掌 课程进度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预计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这一届的天台第四届的课程 到六月底圆满 那原本我是跟同学说 如果能够上到实胜观法 把它圆满的话是最好 那我会觉得因为停了两周 然后还要再把它上到实胜观法圆满 可能会有一点点感 那也没有关系 我会觉得还是一样 是有可能把它圆满完成的 所以也不要说不可能 只不过课程的时候 进度可能废话会比较少 然后课程可能就会稍微有一点点 就是紧张 所以过程当中如果同学发觉 哇讲的好快 那稍微提醒一下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放慢速度 或者是哪一个地方 就是没有清楚的地方呢 那这个时候同学可以提出来 然后跟我说一下 我会把它交代清楚 原则上还是让课程圆满 但是还是要让他同学 就是让同学吸收听得懂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这个部分 那就请同学稍微就是留意跟注意 那也请同学包含咯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就我们就直接进入课程 进入课程 那进入课程之前 必须跟同学稍微提示一点 就是说 一直到后来我们的课本 就是说在有关标斗的部分 我会觉得感觉有点简略 所以同学如果觉得说 我们的课文啊 那个标斗怎么好长好长 都没有标斗 而且看起来有一点点 感觉困难的时候 同学不妨可以参考我 投影片上的标斗 我说课程 那这个时候 如果能够参考一下的话 或许会比较好懂 比较好懂 因为还蛮多的 所以我就不一一把它提出来 让同学去看说 哪边的标斗 是需要稍微修改一下的 好 那我们一样 在进入课程之前呢 我们来看这一个科判表 好我们的上课 其实是进入到我们的 从箭甲入空关的位次 也就是课本304页的部分 今天要从这个地方开始看起 但是还是一样 我们的习惯 我想同学应该都非常清楚 就是从科判 这个地方开始来入手 这样子的话才会知道说 我们的进度是在哪一个点 这样才能够连贯 所以一样我们的科判呢 是同学翻到282页的地方 同学就可以知道 其实我们的进度是到第三个 从箭甲入空关的位次 那因为箭甲的部分 其实是讲到有关箭货嘛 对不对 那要了解箭货的内容有哪些 有单箭 附箭 无言箭 有没有 巨箭啊 知道这些之后还要去破除它 这个才是真正的 要实修实践的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学习佛法本来就是要破 我们的烦恼箭货 那这样子的一个进度当中呢 大致上我们的内容都已经完成了 但是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有关在修行过程当中 它的一个阶位 那这个部分要熟悉 才不会觉得说有一些人 当然不是我们啦 因为我们的修行没有那么高的功夫 那因为有一些人其实修到后来 会觉得说我已经达到这边了 那其实没有他只有到这边 所以那样子的一个状态 就不会让自己产生 因为不知道而有更高我慢的心 所以这时候了解位次 阶位你到底修到哪一个地方 其实是很重要的 如实面对自己本身修行的程度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知道的地方 那这个位次其实一定会牵涉到 我们非常比较有一点复杂的阶位 而阶位一定会跟叛教有关系 叛教有关系 所以今天讲的部分 其实会有很大的一个范围 都会跟叛教有关系 所以这个部分呢 同学就稍微忍耐一下 那也当作是一种复习认识 渐渐的就会更熟悉 渐渐就会更熟悉 好那我们直接进入课本 304页 那304页这个地方呢 我算是补充 补充图表 这个图表呢 我相信同学其实不陌生 那如果同学会觉得说 哦这个图表要去哪边找 有很简单 同学可以去找天台中 刚要 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有结缘 那个都可以翻 这个阶位很容易去找得到 要不然上网Google一下 其实也是一样很简单 可以看得到 那 藏教的部分 一样从六级这个地方排 其实就可以知道 他的阶位次序是怎么样 那不管怎么样 我的图表放在这边 同学参考 但是我们还是从课文 这个地方读起 所以我们看第三名破见位者 破见的阶位 破见就是破见或嘛 对不对 所以若修此法要怎么样呢 明示四地 巧用官慧 诸见被扶者 所以这边其实有几个关键词 就是明示四地 你要对苦极灭道 要怎么样呢 要了解 了解之后呢 用官慧来去破除我们的见惑 所以其实文字很简单 但是我们有学习过天台 叛教就可以知道 像四地就有障通别源的四种不同的四地 生灭 无声 无量 还有无作四地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样子之后呢 就可以知道下面 自得大师所要讲的 一定是障通别源的 有关的修行的阶位 所以这个官慧 在四教的一个运用 其实运用的官慧当然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 从三藏的这个价位开始来看起 所以当呢 从三藏法这个地方来了解的时候 是总别念处正福四道 所以当同学看到总别念处的时候 同学不妨可以看我投影片上的 什么呢 的表格 所以总别念处其实就是在观行集这个地方 其实也就是在藏教的外凡之两位 有五庭新观 总相处 别相处 这个呢 其实怎么样呢 是在 服我们的四种颠倒 什么四种颠倒呢 对 藏了我近 同学不错 正福四道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没有学佛法 或者是对于法不理解的 一种凡夫的颠倒见 颠倒见 所以当呢四岛不生的时候 暖极的发 暖 同学就可以知道就是这里 相似极 当我们这边已经怎么样呢 完成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阶位 就是暖鼎忍是第一位 进入到内反的加行位 那内反加行位 其实也就是在要正入出国的前夕了 所以就一步一步 其实就进入到我们修行的一个深层度 深层次 深层次 所以暖极的发成方便等位 所以同学知道方便等 其实就是什么呢 四方便 就是这四个 这四个 然后呢 禁破诸见 当呢破诸见的时候 或见或全部破除的时候 就怎么样呢 正得出国 正得出国 其实就是虚头还过 出国位 这个就是通教 大致上其实就是 短短的两三行字有没有 就把 藏教的修行 其实在这个地方算是很简短 很清楚 非常详细的把它说明出来 好 那这个就是三藏教的一个阶位 那表格我会觉得可以参考 那一对照就非常清楚 这个文字的说明对不对 好 那可以的话 我们就进入通教位 好 通教位 若依通教福建之位呢 是甘惠帝 一样同学可以对照表格 那通教福建之位 其实就是怎么样呢 是进入通教的福建 不是藏教的 那当然 刚刚有跟同学说 四教的四帝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这个通教的福建 的建和 跟藏教的建和 这个部分其实 后面会讲 所以这个部分的详细内容 不述说 我们从他的一个阶位 开始来看起 所以他的福建之位是甘惠帝 同学可以看 甘惠帝 其实就是通教的外反之两位 在第一个 第一个 同学 同学可能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为什么这个是甘惠 智慧有甘的吗 没有错 为什么是甘的 因为他没有看到水 什么水呢 鲤水 所以因为他不见鲤水 所以是这个智慧是甘枯的 好 所以当呢 得鲤水 沾心的时候 这个就进入姓地 好 就是在进步啊 好 就进入内反家行为 也就是我们通教的一个姓地 他通教姓地还没有真正达到断建货 要进破建者要到八人地跟建地位 八人地跟建地位 同学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说 请问一下进破建货到底是八人还是建地 还是两个都是 两个都可以 因为有两种不同派别的说法 就八人地也可以说是破了建货啊 有的是认为说八人地还没有还差一点点 要到建地的时候才破建货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会有不同的说法 所以总之到八人或者是建地位的时候 就等于正德圣位 正德圣位 好 这是通教位 那我们看别教跟圆教 这个都很简短 所以我们就稍微对照一下来看就可以了 若依别教福建者 那这个是铁轮的实性位 破建呢是同轮的实柱位 那实性跟实柱 其实位在别教的观形级跟相似级 没有错 在别教跟圆教的时候的破建 还没有入圣 但是在藏教跟通教的破建 就已经入圣位了 好 因为这个到别教跟圆教是属于大圣菩萨的阶位 当呢要到入圣位的时候 别教就要到出地 圆教就要到出住以上 好 而这里的破建呢 只不过是破除建货而已 那破除建货算是粗的烦恼 还有沉沙嘛 然后无名破的时候 才算是别教跟圆教的入圣位 入圣位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别教的福建是实性 破建呢是实柱 而呢 圆教的福建是五品弟子位 而呢 破建呢是六根清静位 而他们分别位在观形级跟相似级 那图表一看就非常知道 非常知道 这是简短的 让我们去知道有关这四教的 福建跟破建 它的阶位是在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地方 大概可以知道了 那如果说同学对于阶位还不太熟悉的话 那可以翻 刚刚跟同学所说的 就是有关天台中高阳那本书 它有非常清楚的表格 可以让我们去一目了然 好 那我们就再往下看 断福明统 但是观至大义 明统的意思就是说 断或或者是福或 断建或者是福建 在藏通别远四教 都是这样说的 但是呢 他们运用起来的官慧跟他们的智慧 是不一样的 刚刚有跟同学说了一下 那藏教用的是什么呢 藏教官的是司义真 用的是西法官制来辅断 而通教呢 官的也是司义真 用提法官制 是可思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藏教跟通教所断除的都是三界内的烦恼 所以它是可思议的 可思议的 那运用方法不一样 一个是西法 一个是提法的官制 那别教呢 跟原教都是不可思议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断的是三界外的污名烦恼 所以别教跟原教已经知道中道实相的道理 所以别教呢 虽然知道中道 但是呢 它是次第官制来辅断的 次第官制就是什么呢 先空 入甲在入中 这是别教 那原教集中呢 是一心官制 一心呢 集空集甲集中 所以不可文明奈混其义 这个是有关原教的部分 原教的部分 而呢 我们课本的这个图表 其实是可以参考的 可以参考的 而图表呢 是把文字画凡为简 所以一看就可以知道说 课件位置是在哪里 断件位置是在 事教当中的哪一个地方 所观跟观制又是什么 这个图表让我们可以参考 让我们可以参考 好 那我们就往下看小节的部分 那小节呢 其实是用几个问答 来让我们更加清楚 有关这一个 我们这个章节的一些内容 所以我们看 若呢 扶见甲入贤位 顾或虽然未差 扶见甲入贤位就是 我们的见甲就是见货嘛 我们见货扶住 不是断哦 是扶住 然后进入我们修行当中的 不是有贤圣嘛 对不对 入贤位和而已 还没有入圣位 入圣位之前 那因为你扶住我们的见货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顾或虽未差 顾或就是我们旧的烦恼 旧的烦恼虽然还没有怎么样呢 还没有完全没有 未差的意思就是 还没有完全没有 那旧的烦恼虽然还没有完全没有啊 但是新的烦恼应该不至于会生气 那这个时候这个人问的就说 那为什么修止观的时候呢 有诸见进发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还会有诸见 为什么还会有诸见 那我们看智者大师的回答 这个诸见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肃习 肃习就是我们过去生过去世的烦恼 或是过去的一个烦恼 的这样子的一个见 所以肃习之见还是顾惑啊 顾惑就是旧的烦恼 旧的烦恼 所以我们是累世以来你知道吗 我们的烦恼是累世以来的 所以要除去我们的那个烦恼 不要说是见思恶惑 还有沉沙跟无名 哇那是不得了你知道吗 无始以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烦恼习气 要一一一一的来格处 不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非那个就是有大智大力 大愿大力的人 要不可能为之 所以能够愿意修学佛法 愿意在实践实修这个地方下功夫的人 都是不得了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志气跟愿力 想要在这个地方好好的下功夫 所以速习之间呢 还是顾获 底下是比喻 如人呢 服药 药呢 怎么样呢 会急速病 药会对治我们旧的怎么样呢 毛病在这个地方做处理 所以速病激动的时候呢 虚予自擦 非是药呢 为心病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的药 其实是对治我们过去的 这样子一个 就是病嘛 对不对 病呢 其实就是烦恼的意思 而不是说 这个药 让我们产生新的毛病出来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好 那这是第一个问答 第一个问答 第一个问答 这边其实讲的是 入空破甲位嘛 对不对 所以问的人就问说 为什么不要直接说 别教跟原教的入空破甲位呢 而呢 说三藏跟通教等的入空位 所以 这个呢 其实就是问的人 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 那这个时候可能 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啊 那直接讲大法就好了 直接讲入空破甲 一下子就讲别教跟原教 带起我们修学别教跟原教的核心 这样不是更加的直结吗 那我们看治者大师怎么回答 上名呢 我们上面 其实有说到修法跟不修法 就是在讲我们的正修行的前 前面那边有讲到修法跟不修法 还有实境呢 是交互等等 遇事行人浅身法固 序呢 诸未尔 所以这个部分 重点就是说 为什么其实不要直接说别原 我要说三藏跟通教 那主要其实还是要 让我们怎么样呢 去明白法的浅身 那当我们全盘去了解 法的深跟浅的不一样的时候 那对于行者 他的一个辩明跟了解 其实会更加的清楚 一定是这样子的 才不会看到任何的一个法 或是修行的状态 直接用别教跟原教来去做一个解读 有时候这个也是一样会有很大的偏差的 好 那我们看 又欲明半满之位 令行者 事之恶 又半字 入空法 稀释别人住道 方便 问同学 什么是半 什么是满 对 小圣 大圣 非常好 所以呢 欲明 小圣 大圣之后 结尾呢 主要是要让行者能够认识了解 用呢 半字就是有关小圣 小圣就是藏教或者是通教 的入空法 其实都是别远的一个住道方便 所以能够有空啊 对不对 才能够入甲在入中 用了多仆从而是为之 及其意也 底下其实就是什么呢 是一种比喻 是一种比喻 有更多的法来怎么样呢 帮助进入别教跟圆教的修行核心 这样子的一个注意是更大的 更大的 主要是这样 好 那我们再看底下 另外呢 其实也不要再去界别什么呢 那个法的高低的一个分别项 好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个还是要跟我们讲 起呢 离方便而别有真实呢 其实在讲到圆教的法的时候 是即此半字 而是满字 为什么呢 因为法法都是原法 好 法法都是实法 然后法法都是实相真实之法 所以即此半字 而是满字 在讲的其实也是在讲 圆教法其实是没有在这个地方做很大的一个分别的区分 你是小圣 我是大圣 你是偏的 我是远的 你是半的 我是满的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分 但我们了透到 半满 二字 有没有 的法是相及不二的时候 这个其实就是圆教法的观点 好 所以我们看底下 故呢 云 二圣若智若断 即是菩萨的一个无身法刃 即是嘛 那这个就是在大品波罗经所讲到 圆教的观点是这样 好 所以提甲入空 结成止观意者 好 诸见伦习 以受不退永即然 这个是止 而呢 达见呢 五性 性空向空 这个呢 是观 在这里提甲入空观的时候 其实用止观 这两个字来做总结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理解 好 跟说明 好 止 还有观 一个达到逐渐 怎么样呢 平息 好 逐渐轮 然后达到什么呢 无性 可以见到无性 然后见到无性的一个性空跟相空 其实就是观 然后这个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体达空观的 体达空观 体达空观 见真地理 名为不生 好 而理呢 既不生 理呢 也是不灭 这个 名为不生不灭 好 名为不生不灭 然后这个不生不灭呢 主要是 因为你已经达到 看到 理的这样子的一个真实状态 这个叫做不生不灭 对 而这个呢 达到这样子的一个不生不灭的见 见 见得真地理 名为无生者 好 名为无生者 又呢 见惑不生 名呢 因不生 不受善恶报生呢 名果不生 同学知道因果嘛 对不对 因其实就是苦之因 苦之因就是什么呢 烦恼 对 苦之因就是疾 没有错 疾就是烦恼 疾就是烦恼 而呢 果呢 其实就是苦果 苦果是什么呢 苦果就是我们所受生的果报生 所以不受善恶报生 名果不生 所以这个时候 当呢 我们不会沦落于轮回的 什么样呢 轮转的一个苦果当中 其实就不会有因生跟果生 所以因果不生 亦父不灭 不生不灭 名为无生人 所以这两个是 这两个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 来诠释无生人 一个是从什么呢 真理的角度 真理啊 是不生不灭的 一个是从因果的角度 来说明不生不灭 没有错 那这个呢 是为无生门通于止观 意思呢 止观成无生门 从甲入空的破见或片 这个就怎样呢 我们的见或的部分 在这里终于做一个什么呢 告一个段落了 告一个段落 好 以上其实就是我们 那个就是见甲入空观的一个破法片 好 如果OK的话 我们就直接进入 我们从施甲入空观的破法片 这里还是一样 同学可以看一下这个科判表 是在305页的部分 其实佛陀在一本经当中有讲到七种人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同学不妨可以稍微听一下 或者是稍微理解一下 他这个叫做咸水浴金 很简短 很简短 而他呢 说的 就是佛陀说的是以水当作比喻 来说明七种人 那同学可以看一下 我们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人 他说有一种人是怎么样呢 就是常常被怎么样水浸在水中 那为什么这个人会常常浸在水之中 我觉得很有趣 那这样子的一个人呢 其实就是行什么呢 种种不散啊 然后恶法缠身啊 而且将来罪业果报成熟的时候 就要堕入地狱当中受苦 这个其实就是恒常溺在水中的人 这是第一种人 那第二种人是什么呢 第二种人是从水中冒出来 冒出来之后他还会怎么样呢 再沉下去的 这是第二种人 所以第二种人是什么呢 就是他呢 会相信善法 然后他有惭愧心 但是呢 他信心薄弱 而且修的善法只有一点点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呢 他依托善法的力量的怎么样呢 就非常非常薄弱 所以其实在轮回大海之中 他其实偶尔会冒出头 那一下子又怎么样呢 沉默下去 这是第二种人 那第三种人呢 他可以浮出水面 而且他可以看四方 环顾四方 那这种人是什么 你知道 这种人就是他呢 可以相信善法 有惭愧心 有勇猛心 而且呢 他对于所造的诸不善法 他会有惭愧 而且怎么样呢 不会再造 他这种人会从水中冒出来 不会再沉默下去 但是这种人还不够好 那第四种人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学习过的 就是已经断除贱祸的 已经断除贱祸 他呢 其实就是正得出过嘛 对不对 虚脱还过 他不止其实有惭愧心 有修善法 有猛心 而且对于所造的诸法 诸不善法 不会再造之外呢 他还会断除种种的 什么样呢 邪剑啊 身剑啊 他的遗啊 还有借镜取剑 他还能够断除 这是第四种人 我看我们都是只有顶多 第三第二种 那第五种 第六种 跟第七种 我想不用再说 就是正得什么呢 正得二果 三果 跟阿罗汉果 阿罗汉果 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阶段 还是一样 那毕竟讲到见货 讲到失货 那我不是鼓励同学 阿赶快我们断除见货 赶快接着我们来断除失货 我们的能力有限 对不对 所以至少我们在 深信佛法的这个层次 具足惭愧的 这样子的一个 怎么样呢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上 自省上 我们还是一样是用我们的一个 勇猛精进的心 在这个地方 见质的断除我们的烦恼 然后呢 一步一步的 可以 怎么样呢 出生死海啊 登涅槃彼岸 那有修学净土法门的 那好好的在这个地方 受持我们的阿弥陀佛圣号 那一步一步的勇猛精进 一定会有非常殊胜的果报的 好 这个算是小结啦 在我们从那个 剑甲入空破法篇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结 好 那我们就直接看 从撕甲入空破法篇 那撕甲入空破法篇 如果同学对照前面的剑甲 那同学大概会知道 撕甲跟剑甲的 它的一个内容范围大概是差不多 剑甲会更多一点 那撕甲的部分呢 其实同学可以看到 它的科判就是三个 一个介绍撕甲的内容 第二个就是怎么样呢 观照 就是观破 有关撕甲撕祸的部分而入空 这个叫破撕甲 而破撕甲呢 其实就是从破欲界的撕祸 色界的撕祸 然后呢 无色界的撕祸 所以这个破撕甲的部分的内容 会比较多一点点 而内容 其实就是贯通 欲界色界跟无色界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到的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 怎么样呢 就是有关位次的部分 位次的部分 其实还是一样 像我们刚刚所谈到的阶位 就是不外乎 就是不外乎于什么呢 障通别圆 四教的阶位 只不过 在这里的阶位 会有一点点的复杂 所以一点点复杂 其实应该会到下个礼拜才会再谈到 为什么复杂呢 因为讲到阶位的名称的部分 通教跟别教 他阶位的名称 会有相互借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状态呢 其实就是 我们不会讲太过于说 我们要去研究 他不会 就带出来让同学去认识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个就是有关第三个位次的部分 位次的部分 比起我们刚刚见甲的位次 其实会有一点点复杂 好 那大致上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让我们去理解 那施甲入空破法篇 我会觉得 相对于见甲 是更加的简单 好 更加的不会困难 好 那我们看 直接看内容 直接看内容 第二体施甲入空破法篇者 那有三 而这三 其实就是刚刚跟同学所介绍的科判的三个纲要 就是明施甲的内容 然后明体观 还有呢 明呢 齐位 他的阶位 他的阶位 所以我们直接看第一个施甲的部分 施甲者为贪春吃慢 此名呢 顿使 应该还有个疑 对不对 贪春吃慢疑 但是呢 当我们把贱或破除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会有疑了 好 我们会非常肯定 那个因果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不会有疑 好 所以我们施甲要破特 其实就是这四个烦恼 好 一名呢 正三毒 同学可能会觉得 啊怎么会有三毒 明明是四毒啊 不是贪春吃慢 好 这个慢呢 其实是摄入吃 好 摄入吃 好 所以 简单来讲 就是正三毒 就是贪春吃 好 就是贪春吃 然后呢 立三戒为食 好 立三戒为食 三戒为食 就是 玉戒色戒跟五色戒 然后为什么 然后为什么 那个为食呢 主要是玉戒呢 有四个 哪四个呢 就是贪春吃慢 那色戒跟五色戒 各三个 少了哪一个 对 少了一个称 所以加起来总共是十 同学知道 所以立三戒为食 好 立三戒为食 好 那底下 又约呢 三戒总共有九地 总共有九地 而这九地呢 其实我们课本也有啦 那我有标在这个地方 同学可以参考 课本的 这个九地呢 其实是在 它的一个表格 是在比较后面一点点 比较后面一点点 我想 同学可以参考 参考我投影片上的图表就可以了 我念一遍可以让同学去知道就是 有那个五去扎居地 314哈 因为字比较小啊 字比较小 所以我想说也比较难去那个就是 去指出说 那个他是在哪个地方啊 314页的表格 我是用截断的方式跟同学介绍 所以那个同学可以参考 我投影片上的一个表格 然后包括九地的后面 其实也有列出来 那分别就是五去扎居地 五去扎居地 其实就是御界 然后色界跟无色界 各四地 所以加起来总共九地 那色界呢 其实就分成四地 就是初产二产三产四产 分别就是 礼生喜乐 定生喜乐 礼喜妙乐 跟舍念亲近 那这个地呢 同学稍微认识一下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九地嘛 那五色界呢 其实就是空无边 四无边 无所有跟飞响飞飞响的处地 所以加起来总共是九地 在这个地方 那同学也可以看到 我这个图表当中呢 其实有列出来 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顿时的部分 贪嗔吃慢嘛 对不对 是在欲界 而色界跟无色界呢 其实就没有称 就分别是贪吃慢 贪吃慢 那每一地不是有九品吗 所以九乘以九 81 所以是81品 所以合起来是81品 所以数目字是这样算 那原则上 其实这个是属于经论当中所说的 但是实际上 其实这个品数 其实是无量无边 这是简短的 让我们去知道说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品数 它的一个烦恼品 而这个呢 这样子的一个品 烦恼的这样子的一个品数 都能够支入我们的业 然后怎么样呢 寿生 寿三界之生 寿三界之生 所以我们在三界轮回之中 其实我们都是怎么样呢 夜感而来的 所以我们所招感的业力 包括我们的环境啊 我们的出生啊 我们的一个状态啊 种种都是业力所招感的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说有什么不满意 有什么 觉得说应该改进的 要好好的检讨自己 知道吗 这个都怪不得人 要怪就是怪 我们自己本身 过去生所招感而来的 所造的业呢 才会有我们现在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一样啊 当我们知道这样子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去改变 我们的业力跟业源 怎么改变同学知道吗 至少 不断的 怎样呢 不断的 种善法啊 这是最简单的嘛 对不对 不断的种善法 在这边栽培善业 长养我们的善根 这个是最能够改变我们业的 一个模式的方式 对不对 不对吗 是吧 善法有分很多 所以这个善法 当然还可以再讨论 善法当然有分 世间善 出世间善 出世间 上上善 所以这个部分看同学 理解多少了解多少 在这个地方肯下功夫 我们的来世怎么样呢 是光明的 前途是无量的这样 好 往下 那我们看呢 出果由呢 七反未尽 如呢 灯灭方圣 这边是讲到出果 出果呢 其实怎么样 还有七世的生死嘛 对不对 那你已经正的圣果了 但是你还必须要有七次的轮回生死 好 如灯灭 如灯灭 如灯已经灭了 但是你还是一样会招感生死 好 招感生死 所以这个时候 虽富有欲 非富有欲 非富不云 虽富有称 肯定不要 虽富有余呢 不计信实 这个是讲到有关出果圣人 他的一个状态啦 比如说 当 就是 当你走在路上 有一个正出果的人 他绝对不会跟你讲说 我正得出果 你会看到的 我说 比较敏感的人 会看到的就是 这个人就是凡夫一样 他有贪 有称有吃 但是呢 他贪称之的表现 一定是怎么样呢 如法合宜的 好 怎么样表现法呢 像他有欲 但是他一定怎么样呢 不会邪淫 好 他一定会遵守法 在这个地方做行持 虽然是有称 但是他肯定不要 意思就是说 他虽然是 有称 但是因为他有道贡借力 所以怎么样呢 他可以任运 在肯定的时候 会离怎么样呢 离地面几寸 所以他 其实肯定不会说 像一般的人 肯定 然后怎么样呢 草木会貌盛 会非常美丽 不会这样 那所以他有称 他不会伤害众生 不会伤害众生 那虽然是感觉 不是那么聪明 但是呢 他不会怎么样呢 会把任何所产生的法 当作他是真实的 不计信实啊 就是说他还是一样 是据政治正见的 据政治正见的 这个就是说 对付有余不计信实 不计信实 因为他知道 因缘是怎么样呢 和和的 知道因缘和和 他是无自信的 是这样 所以 道共皆地议任运如是 故称为正烦恼也 不同见祸 浪漫五方 然后促进身着 这个跟那个就是有关 见祸不一样 这里对质的是什么呢 贪嗔痴的意思 贪嗔痴 贪嗔痴 所以称师为者 因为这边讲的是私货嘛 所以这个思维是什么意思呢 从解得明 见祸也是一样是从解得明 所以我们看一下 就是初观真浅 初观真就是 当呢 你观真的时候 真就是空 观空的时候 当你观空 不是很深的空的时候 其实怎么样 这个时候 其实你观的时候 是比较浅的空 你还是一样是会有 视障 还是一样是会有视障 而这个视障呢 其实就是 有什么呢 有事项上的一些 就是障碍 有事项上的一些障碍 而呢 在货重律针的时候 此货呢 才会渐渐的除去 此货渐渐的除去 后重律针的意思就是说 当呢 其实你正出国的时候啊 你可以可能可以 观空 没有错 但是你刚刚正的的时候 你这个空是很浅的 很容易被 事项上的一个呈现 而会障碍到 你观空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你要不断不断的怎么样呢 圆这个空 来去怎么样呢 做官 所以这个时候 不断不断的圆空 做官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的货呢 才会渐渐的除去 渐渐的除去 所以 顾名呢 思为惑 所以思为惑的意思就是 不断不断的思为观真 就是观空 然后这个呢 顾名思为惑 所以这个是从解得名的意思是如此 意思是如此 那我们看 树人云 树人 其实就是 萨伯多布 另外一个名称是 说一切有布 说一切有布 那树人云呢 欲戒为贪 上戒 明爱 那这里呢 其实就是在区分 在不派佛教 有的人 其实对于贪跟爱 这两个词 做区分 那有的人认为说是 欲戒是贪 上戒 就是色戒 五色戒是爱 那成论师啊 其实他不认为说 他会认为说 上戒有胃禅 上戒是贪 下戒有欲爱 所以他就这样子的一个 你这样区分贪跟爱 好像也不尽然是对的 所以 贪爱俱通啊 何益偏判 若言下戒贪重 上戒贪轻 那贪轻呢 也是一种贪嘛 对不对 所以此呢 是一并 有时候这个贪跟爱 其实就不用去区分 欲戒 还有色戒 无色戒 他的贪跟爱 是属于哪一种 没有 两者就是一并了 两者一并就是贪爱 就是属于贪嘛 包括称灰有没有 也是属于称 一起的 不用去分说 他是上戒 或者是下戒 这样子的一个区分 不用这样子说 这样子的一个分别 这样子 但呢 佛有时对缘 别说 假名是无定的 岂可一例 所以这个时候自责 大师就说 有时候其实是 对象不一样 所以呢 会有不同的词 来说明贪跟爱 或者是 撑跟灰 但令昭德烦恼 急需破除 所以不用争与贪跟爱的 这样子的一个名词跟名像 所以这里算是 另外的一种解释跟说明 所以像除分一样 唯以什么呢 却会为先 所以要把怎么样呢 脏的先把它除去 分别飞急 入到要再方便 明像是什么呢 明像是织末 不用在这个地方 区分明像 哪一个是对的 哪一个是错的 同学有的人有学过 阿比达摩 或是小圣部派的一个经论 我想对于明像的一个学习 应该是蛮辛苦的 蛮辛苦的 那智德大师其实 也是一样在这个地方 有在说 其实重点还是在实修 而明像在这个地方 在不断不断的 争对跟错的时候 算是有一点 把你的精神跟体力 浪费在滋末的 这个部分 有点不必要 所以若欲伟之 所以想要想要知道呢 避坛成论 要怎么样呢 背稀明知 可往寻避 就说 如果要真的要知道的很详细的话 像这个阿避坛 阿避坛论 不派佛教的说一切有不 或是诚实论 的这个论点呢 其实说明的都很清楚 所以可以怎么样呢 去查看 去仔细的去了解 所以空甲之观 今所论也 所以现在要论的是什么呢 空甲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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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牵涉到什么呢 我们底下要谈的 破丝或的部分 就是破丝甲 就是体丝甲入空关 好 那我们下一节课 我们再来看 有关我们底下的 第二个阶段 重点 体丝甲入空关 同学先休息一下吧 好 那我们接着 再来看我们的课本 破丝甲的部分 就是体丝甲入空关 体丝甲入空关 我们看我们的课本 第307页 第二个明体观者 明体观者 一样 这个明体观 其实这个也算是 我们在讲 有关 施甲的这个部分 破法篇 的第二个 章 第二个重点 而第二个重点 有它的一个小科判 而我们这一个前面两行 其实就是对照 我们的这一个 体丝甲入空关的科判 可以这样对照着看 其实就是非常的一目了然 所以我们看第二个明呢 体观者 第一个若生命门 先用西字断件 后呢缓用西字 来重律断丝 重律就是怎么样呢 重新在观 这样子的一个什么样呢 的这样子的一个空 来断我们的私祸 意思是这样 用西空关的智慧 来断除我们的私祸 这个是神灭门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藏教所使用的方法 藏教所使用的方法 那第二个呢是无神灭门 无神灭门是什么呢 无神灭门是 初呢用体件入空 是用体空的方法嘛 来破除我们的见祸 后呢还用体丝重律 再一次的用体空的方式 来破除我们的丝祸 更呢不予涂也 所以同学看到这两个 神灭门跟无神灭门 然后对照课本的这个科判图 所以就可以知道 其实很清楚 分别神灭门是用西字断件 后呢用西字来重律断丝 无神灭门呢是用体件入空 后呢用体丝来重律 用体丝重律 主要讲的很简单 就是讲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那底下呢是从破欲界的私祸 开始来看起 所以我们来看破欲界的私祸 然后今呢体贪欲甲入空者 体就是什么呢 体达贪欲的一个甲 知道这个贪欲是什么呢 是它是不真实的 它是如幻如画的 而呢入空 而呢入空 所以欲界有九品 一品起呢 集呢有三甲 欲界有九品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知道的 总共有九地嘛 九地每一地不是有九品吗 对不对 总共有八十一品 所以欲界九品当中的 每一品起 就有我们前面 其实就是三甲嘛 一样这边也是三甲 同学还知道吗 三甲是哪三甲 所以我们看一下 如底下是在讲 经论当中的一个比喻 而这个是从贪欲这个地方 开始来说起 那欲界还记得吗 我们的私祸有什么呢 有四个 贪 贪 称 吃 慢 对非常好 贪称吃慢 那简短浓缩就是正三毒 就是贪称吃 那这边呢 从贪欲开始来说起 那这边 举大制度论为例 如呢 女呢有六欲 这个六欲 其实就会让人家怎么样呢 生起贪欲的现象 所以有什么呢 第一个色欲吧 有看到女的一个颜色美貌 哇生起 有没有贪爱 第二个 喜貌 第三个是威仪姿态 第四个是言语音声 第五个呢是细滑 第六个呢是人相欲分别 人相欲分别就是说 有的人其实是着男或是着女 他看到是女的他就会起欲心 有的人是这样 然后看到他是一个男的 哇他也会起欲心 类似于像这样 所以此呢 六欲若处行人 能够掌污竹根 内动血脉 贪向外现 所以出果上所未断 何况是凡夫呢 还记得吗 出果圣人 其实贪称吃 并没有完全去除 同学说有吗 有啊 真正正得出果 他是除掉什么 对 他是除掉贱货 私货还没有开始断除 所以当出果还没有断除的时候 更何况 凡夫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欲禁的时候 也很容易让我们怎么样呢 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 那当然也不要小看自己 我们有法的时候 我们有观照能力的时候 我们有觉察能力的时候 那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时时刻刻警觉 一样我们不会被这个劲动摇的太厉害 所以文法 听法 用法 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们看底下的例子 在大宝基金也讲到南陀 还记得南陀吗 佛陀的堂弟 余玺也是一样 他很喜欢看女生 贪爱女色 众中见女先共言谈 还蛮有趣的 在大众中看到女的 就先跑去跟他讲话 所以这也是他的什么禅息 对不对 所以欲动禅息 更何况是证实 证实他只是他的一个习气是如此 那如果说他的烦恼 哇那更加不得了 对不对 证实就是他的一个真正的烦恼现前 真正的烦恼现前 所以法华语呢 不与女人生取 人生欲想像 而呢为说法 这个是讲到的是 我们哪 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知道 但我们在 对于一个说法者而言 尤其是男众 当呢其实就是 你的对象 其实你用男女相来去做区分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有 预想升起的可能性 这是对于说法者 而呢 那种预想 在越高的天界 它的那个 预有没有 会越淡薄 会越淡薄 我不知道 那就是同学知不知道 像我们欲界 欲界要什么样呢 有那一个所谓的 就是预想 或者是预像的时候 是比较粗的 但是像在天界 比如说像 在他画自在天的天人 他的那个 行淫欲有没有 只要眼睛短 的对视 其实就是属于行淫欲 跟我们那个 那个欲界有没有 在人间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而且像在多帅天 没有他画自在天那么高 多帅天只要是 男女就是牵手 其实这个就是属于行淫欲 所以他们那个 越高的天界 他们的那个 身口意 其实越清净的 越清净的 而拉到这边 其实就是 不与女人生 取人生欲想像 其实就是要看 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天 或者是在人间 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欲想像 其实都是怎么样呢 都是不对的 都是不对的 这个是法华经跟我们讲的 这样子的一句话 所以我们的欲心的现行 其实要非常的谨慎的去观察它 因为它呢 现行起来的时候 心呢 一动念的时候 往前 你没有去觉察的时候 它就这样蔓延起来 心呢 其实就这样子的一个欲望 就不断不断的提升 这样的生气 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去制止的 好 那我们看底下 就是讲到有关是三甲嘛 对不对 所以有阴沉相续跟相待 所以底下 其实就是在跟我们讲 这三甲的现起 所以当你呢 取此相的时候 我们成 会动起我们的意根 起欲心 这个就是什么呢 因缘成就了 这个就是阴沉甲 好 我们外面的沉 是不是动了 我们的意根 对着沉 而起心动念 欲心起来的 而我们的这个念头 相续不断 遂至行事的时候 行什么呢 行淫欲啊 这个就是相续假 而呢 以有欲心向 对无欲心 是不一样嘛 对不对 这个是相代假 所以以 假虚不实 中不济 知以为道理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破除嘛 破除这三甲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有关 就是我们这一个部分的 破欲界失货的部分 好 那我们看底下 直接看底下的一个观法 观法 其实这个我想同学也是一样是 不陌生 其实就是用四句 简别的一个方式 四句了解的方式 我记得在我们见假 见货的部分的时候 有跟同学说 其实四句 你就想到四个字 就是自他 共理 好 这个非常非常的实用 而且我会常常看到 智者当是在抹或止观当中 所运用的方式 好 四句推荐 那 自他共理 在这个地方的阴尘甲 其实就是根层 共理的部分 好 根层共理的部分 所以我们看 第一个是破贪欲嘛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推观 修那个就是 观心的这个推眼的时候 那我们就观这个欲心 我们的贪心起来的时候 是从根而生 还是从成而生 还是共而生 还是离而生 共的意思就是 跟跟成合起来 离的意思就是 不是跟也不是成而生的 好 所以底下其实 他的一个观法 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去了解 要在这个地方做实践 来观 推 好 推我们这个心念 然后知道说什么呢 知道这个贪心的欲心起来 是不可得的 这个时候我们的贪心怎么样呢 就自然而然不会去延续它 不会去不断不断的延伸 乃至 那个发生这样子的一个贪欲的 这样子的一个现行的可能 好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 若从根生的时候 未对成嘛 对不对 心应该怎么样呢 自己起来 好 所以 当呢 你如果认为说 啊这个贪心 是从我们的意根而生起的时候 不对啊 如果生起的时候 不用对劲 他就自己生起 但是现在不是啊 现在是我们看到对劲 所以这个贪心生起 所以这个贪心 是从根而生 不对 那如果是从成而生的时候啊 成即是他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不可能是从什么呢 成而生 而且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什么呢 当我们看到对劲 怎么样 是一种可以让我们生起贪欲 比如说美色好了 为什么我看到他会生起美色 别人看到他不会 圣者看到他也不会 所以可见 这个贪心 不是从他而生的 一定是这样 不是根生 也不是成生 更加不可能是 两个合起来会生 所以共生 也是一样是 没有道理的 那无因生 更加怎么样呢 不可能 无因无缘 不可能会生起 无因无缘 不可能会生起 所以 我们可以看 当我们四聚 来去推演 这个欲心生起来的时候 这个欲心是无来处也 无怎么样呢 欲无来处 即无来处也是一样 是无去处 无欲无聚 无来无去 这个呢 就会必尽空极 好 必尽空极 那现在是讲到 贪欲的欲心嘛 像我们啊 我会觉得 比较容易去 去观照到的是 称心 所以称心也是 这样是推的 尤其是我们 一念无名火啊 有没有 那个称心 起来的时候 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去观照它 那这样子的时候 就知道说 哦这个称心 也是一样 是怎么样呢 不可得的 这样去观照的时候 我们的烦恼 其实就会怎么样呢 渐渐渐渐的削弱 渐渐的削弱 乃至不见了 所以我们看 利根之人 如此观的时候 撕甲一品去 撕甲就是撕货 撕货 所以不管说是贪啊 撑啊 还是吃 所以当呢 我们有 一品去除 那个烦恼的时候 那么就会有一分的 真 来怎么样呢 来明 来显示出来 一分真明显 那如果说 还不能够相应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用我们前面 所教的 用撕西弹 然后性 法回转 性型 还是法型 还是怎么样呢 性法回转 在这个地方 不断的去运用它 然后去调整它 扇条指观 即得相应 断一品丝 然后显了一分真 这是从观照的角度来看待 我们对于私或烦恼 如何去做一个处理 若遁人于阴城中观出品未去 那么更于相续中观 所以阴城怎么样 没有办法去成就的时候 就进入相续甲的部分 相续甲的部分 那相续其实是 从念头的前后前后的 这样子一个相续 所以相续甲也是一样 是用四句的方式 四句的方式 所以四句是从灭不灭 易灭不灭 还有非灭非不灭的一个状态 来去做一个推演 所以因为是相续 一定会跟前念 还有后念的相续有关系 所以是前念灭 然后我们的贪心生 还是前念不灭而贪心生 还是前念易灭易不灭而贪心生 或者是非灭非不灭而贪心生 所以四句去推的时候 一样是不可得的 所以我们可以快速的 来看这个相续甲 所以灭而生 灭不能生 如果说不灭生的时候 不灭怎么样呢 就不可能生 如果说灭不灭生的时候 这个怎么样呢 跟这个生的性怎么样呢 本性相为 如果离生的时候 这个更加不可能 更加不可能 所以四句五欲 一无呢 于是 以这样子观的时候 就应该怎么样呢 可以入 入什么呢 入空观 入的空向 成呢生法两空 若不入者呢 一样像刚刚 殷尘甲这样子的一个 四膝巧修 或者是什么呢 信法回转 然后这个时候 相续甲又不入的时候 那就进入第三个甲 叫做相代甲当中做官 那相代甲 这里智者大师就很简略 历前可知 初品记得后八品 也是一样是如此 历前指的是 我们在讲见或的时候 有很多相代甲的 这样子的一个四句推简 那个推简 我们可以去看 所以这个是初品 后八品也是 初品同学知道吗 我们现在是讲欲戒 贪的第一品 所以我们有九品嘛 对不对 所以后八品 也是一样是如此 好 底下呢 是破 称赤曼 称赤曼 称赤曼其实就是一行 让我们去知道 贪欲九品记得 对不对 那破称赤曼 九品也是一样 立字可解 不复违迹 所以算是 以此类推的意思 所以就不用再去多做说明 多做说明 好那我们看 廖简跟小结的部分 一样后面一定会用问答的方式 来让我们更加清楚了解 所以我们看九品真弦 这个是理不生 九品霍金的时候呢 即是因不生 因其实就是烦恼 那理呢 其实就是真理 真理其实就是空了 因为达到有关空向空性的时候 就是真弦 所以这个时候 欲戒果不起的时候 这个就是果不生 所以从因果的角度 还有从什么呢 真理的角度 来达到不生不灭 这个就是什么呢 无生法忍 无生法忍 所以其实在圣者的角度 其实一切的事物都是不生不灭的 不断的和合 不断的离散 没有一个事物人真正的生过 还有没有一个人事物真正的灭过 所以当圣者佛菩萨以这样子的一个智慧 看待所有一切法的时候 所以不会有任何的人事物啊 在你的心里当中怎么样呢 有任何的我们凡夫的那种情绪啊 心情啊 执着啊 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落下在你的心当中的一个起伏刻痕 不会这样 不会这样 所以我们也可以去理解 当佛陀面对他的释迦主 被灭亡的时候 他的心会有任何的起伏状态吗 不会 因为他已经有足够的智慧 有非常圆满的智慧 去看待世间所有的因缘现象的一个展现 跟呈现 因为这个都不离开因缘 业果业报 在这样子的一个理解当中 我们就是不断不断的用因缘观 在这个地方增长我们自己的智慧 所以用一切 用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智慧 看到一切事物的时候 我们会可以看到他的合合性啊 对不对 而呢 当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心的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我们的怎么样呢 我们的见解一定会更加的宽广 而且不会去执着他 不会去执着他 一定是如此的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无声法忍 其实就是接受这一个无声法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用我们自己本身学的因缘观 用我们自己本身了解的 因缘的角度来看待 这样子的一个人事物的时候 我们的智慧绝对会增长 一定会增长 好那我们来看底下 因为是料解嘛 对不对 所以一定会有问答 我们来看一下问答 欲界烦恼定酒品吗 这个其实就要问 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吗 就是有关欲界色界跟无色界 分别就是酒品 然后怎么样呢 酒品乘以8 有8个酒品总共9981 那在欲界有酒品 那我们看一下智者大师怎么回答 若晨论无碍道符解脱道断 唯论酒品 若阿必谈有方便道 圣经道 两道符 然后这个无碍道断解脱道正 正呢 无或处也 智慧大师怎么样呢 依两部论来做说明 一个是诚实论 一个是阿必谈论 所以当呢 经论当中有用这样子的一个无碍道跟解脱道 来做说明的时候 那智者大师算是依据他而来怎么样呢 来做这一个品述上的一个表达跟解说 主要是在说这一个 而呢 这个回答呢 其实是牵涉到两个名词 就是有关无碍道跟解脱道 无碍道跟解脱道 那无碍道跟解脱道 这个部分其实是牵涉到有关 其实在藏教 就是有关藏通别远藏教当中的 见道位跟修道位的修道位部分 因为在三十四星成就无学道的过程当中 我在这个地方稍微复习一下 这个有一点复杂 不过同学就稍微就是听一听了解一下 一次两次三次我想就会渐渐熟悉 在讲到有关就是 就是 九无碍九解脱之前 我不知道同学还记不记得 有一个叫做十六星 十六星见到位 十六星见到位 十六星呢 就是苦法制跟苦法忍的部分 而这个十六星见到位呢 其实在课本上其实是有的 就是在我们课本的三百零六页的部分 就是贤圣嘛 在见到位的时候的第十六星 其实就是道类制而达到解脱 而解脱呢 其实是正入出国的一个圣者 这个是十六星 那我投影片上的这个图 是要让同学去知道 苦法制跟苦法忍 它的一个断除的一个次序 是这样 到十六星的时候是达到出国 达到出国 那出国之后 其实就是修到位 修到位 而修到位其实就是进入 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什么呢 就是有关底下的 就是无碍跟解脱道的部分 总共十八星 总共十八星 这个图表其实是有点字很小 但是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用更大的字 来去表现有关十八星 它的一个次序排列 它的一个次序排列 然后呢 十八星一样 其实就是从无碍道跟解脱道 这样子的一步一步的断除 就是九无碍跟九解脱 九无碍跟九解脱 所以在经论当中 就是这个是属于不派佛教 或者是诚实论 在讲到无碍跟解脱道的时候 它其实会谈到有关九品 九品 那九品其实是跟我们刚刚所说的 三界九地有关系 三界九地有关系 就是每一地的修货 它呢 其实都有九品来断除它 每一地的修货 所以在欲界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什么呢 就会有九无碍跟九解脱的九品 来断除 所以会有一点点复杂 所以欲界是这样 色界跟无色界也是一样是如此 也是一样是如此 就是九无碍跟九解脱 那不派佛教是这么样子的一个诠释跟说明 那简单来说 其实智者大师就依不派佛教的一个论述 来去做怎么样呢 来去做诠释 有关九无碍跟九解脱的部分 那这边只有谈到一点点 细部的部分呢 就是改天如果真的是有在碰到的时候 可以再来详细说明 那在这里仅限于欲界 欲界就是有关九品的部分 然后九感爱跟九解脱呢 其实就是从见到之后的修道 一步一步的断除 然后达到怎么样呢 成就无学胜者 就是阿罗汉果 阿罗汉果 好 那我们底下再来看 若从见假入关的时候 无漏心急不出关断 不论品质 见假入关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无漏心怎么样 很快就达到的 十六星嘛 对不对 很快就达到 那一个就是 见得有关 那个就是 真谛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无漏心 其实很快速 不出关断 不论品质 然后这个时候 修道 荣与得有 方便善巧修习 信法回转 转入呢 圣禁品当中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在讲 有关 当进入到 有关 见得 真谛的一个 就是 圣者的出果的时候 然后之后 再进入修道位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 就不断不断的怎么样呢 往前推展 往前推展 然后再 从律圆真嘛 然后以方便善巧的一个方式修行 然后或者 当你就是修行不得力的时候 一样用前面的性行 或是法行的回转方式 转入圣禁品 就是不断的提升上去 或者是果位就不断不断的上去 这样子 所以若素素圣禁的时候 当之品质也是 也是怎样呢 很多 其实要更细分的时候 不只有九品 而九呢 只是一个大分的 一个方式说明而已 大分的方式 好 以上其实就是有关 玉界的私货 玉界的私货 那刚刚有说 其实在私货的部分 会分别从 玉界色界跟无色界 不断的介绍起 所以玉界大致上是这样 了解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有关 色界的私货 所以破呢 色界私货 玉界其实也有玉界天 但是呢 你要进入色界的时候啊 其实一定要修产定 好 一定要修产定 色界其实就是从 初产到四产啦 然后五色界 当然是更高的 一个产定 才能够达成 那色界跟五色界分别 从三界九地上 来看的时候 色界也是一样 是有四地哦 有四地 那我们呢 来看有关色界私货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哦 在我们的课本当中啊 在破色界私货的后面 有一个瓜糊 其实每一产天 其实都是 跟上面是一样的 这边都是从 贪欲的出品 来去做介绍 其他怎么样呢 类推 类推的部分有什么呢 贪嗔痴慢嘛 对不对 那每一个烦恼都有九品 所以类推有什么呢 其他八品 还有其他的烦恼 类推的部分是这些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刺破色界九品 或用四字 或用什么呢 无漏字 这个是什么呢 所用的字不一样 智慧不一样 然后 试智跟无漏智 它的差别在哪边 这个其实就是有关底下 我们其实介绍的部分 如呢 会解脱人 会解脱人 他呢 其实是用怎么样呢 以智慧的一个方式 而来达到解脱 所以他不是修禅定 然后也不是说 禅定跟智慧同时用的 不是他只是用智慧而来达到解脱 没有世间的一个禅定 无事禅 但用无漏得成无学 所以是用什么呢 无漏的智慧而成就无学位 这是会解脱人 出国无禅者 这个时候禅修禅 这个时候禅修崇离 这个时候禅修崇离 用什么呢 五漏智 崇离原真 再一次怎么样呢 原真理而来达到五漏智 若拒解脱人 若拒解脱人 拒解脱人 拒解脱就是有用定 也有用会 所以或用试智 或用五漏智 两者都有 两者都有 好 那我们看 今且依世智 约得禅者为变 世智其实就是依世间的禅定 而来达到什么呢 无漏的真理 正得无漏的真理 世间的禅定也不可小看 出禅二禅三禅是共识间的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若呢 出息禅 破于世障 这个时候会发欲界定 世障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 源于外的 有形式上的一个 事项的障碍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身体也是障碍啊 头、手 这个都是属于 事障的这个部分 所以当我们呢 破除这些 事项上的一个障碍 知道 它的一个事项都是 怎么样呢 不可得的 这个时候发欲界定 发欲界定 发欲界定 那破于性障呢 就发色界定 那这个时候就要问 什么是性障 好 性障其实就是 烦恼的意思 所以当呢 你破除 事障的时候啊 这时候烦恼 未必会除掉 好 所以你还是一样是 会有性障的 所以 这个时候 当发欲界定 进一步 在破性障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烦恼 然后这个时候 可以进入 色界定的这个部分 而当然呢 这个部分不是说 烦恼全部破除 全部破除 你当然就是正入果位 但是不是 它的破于性障的性障 主要是破除欲界的烦恼 因为你破除欲界的烦恼 你才会进入到色界的禅定 一定是如此 所以 顾云呢 事障未来 然后性障根本 因为你怎么样呢 事障除的时候 事障除的会发的什么呢 就是未来的禅定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性障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根本禅定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所以当我们的性障除的时候 我们的初禅的法 其实就会现行 初禅法起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会渐渐的进入 我们的一个初禅 色界的初禅 二禅三禅四禅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烦恼 欲界烦恼见处的时候 我们就渐渐进入初禅 而初禅的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底下介绍的就是 八处处生 五之功德生 是初禅的像 初禅的像 所以其实有一些人在修禅定的时候 会有八处的一个现象现起 而这个八处其实有一种说法 其实是这一个 那另外一种说法我就没有列 那这种说法是 是动养轻重 凉暖色滑 我有碰过一个 就是很喜欢修禅定的人 其实他不知道 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状况 后来就问了 有学习禅法的人 的一个行者 然后才知道说 原来其实他在打坐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有这些现象 就是动养轻重 凉暖色滑的现象 这个只有真正实践过的 才会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一种 其实就是把动养 这两个变成软跟粗 这就是有两种不同的八处的说法 八处的说法 而这个呢 其实就是要进入粗产当中的一个 八处处生 八处处生 这个是进入粗产的前奏 前奏这样 那进入粗产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五支的功德 五支的意思就是说 有这五支支撑着你粗产的一个 怎么样呢?禅定 意思是这样 所以五支功德生呢 是粗产的一个相貌 而这五支功德是什么呢? 就是绝观喜乐一心 绝观这两个字 其实还有两个词 我其实提过蛮多次的 就是什么呢? 对没有错 寻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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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释喜乐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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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喜乐一心 在每一个禅定的时候 那个状态是更加的维系的 所以那个喜乐是不同的 所以当然 越是高的禅 它的那个功德的支撑 当然是越加殊胜 而且也是怎么样呢? 越加的让我们感觉到 那个禅定的殊胜样貌 绝对是如此 所以出禅的一个相貌是五支功德 它要出禅法起之前 会有八处出生 八处出生 那这个禅定呢 其实是有什么呢? 是有禅味的 所以有的人 还是一样会单着这个禅定 所以其中有味名摊 你会喜欢嘛 对不对 喜有没有 热 轻于不得者 名为慢 就是你入的这个出产的时候 你会轻思 他还没有达到出产 我已经入出产了 这个就是慢 而呢 不知道 即使你入到出产的时候 一样会有禅定当中的苦跟急 你不知道这个就是吃 因为为什么 它不是很舒适吗? 它不是喜吗? 它不是热了吗? 没有 你还是会有很维系的烦恼 而有维系的烦恼的时候 其实它就会招感苦果 所以 其实你就是会 单着在这个禅定当中的喜乐的时候 而不知道产定的苦急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一种吃的样貌 吃的样貌 如此三货富有九品 平品三甲 色法八处 所以三货 所以三货 谈成吃嘛 对不对? 一样是九品 然后有怎么样呢? 每一品又有三甲 这个同学可以知道 底下论述的时候一定会谈到三货九品三甲 这个类似于像是我们的 就是 这个叫公式 所以三货九品三甲 知道之后底下再提 其实同学就可以以此类推 就不会觉得说很复杂 所以我们看一下三甲 这个时候要破除的 要了解 所以我们看一下 当呢 处欲界易根的时候 这个是阴成甲 为什么呢? 因缘成就 要进入出禅 然后分别为官 念念不断 这个就是相续 此呢 这个就会发禅定之心 发异于不发 这个就是相待 所以我们呢 不官破 随禅受生 何谓不生呢? 所以其实就是 当我们去官破除掉这三甲的时候 就可以达到不生 但是如果没有去官破的时候 就会随禅受生 随禅受生 一样它还是一样是三界内的 一种轮回的一个生命样貌 并没有怎么样可以了脱生死 还不能 还不能 今呢 用四句子官善巧休息 方便圣经的时候 一品祸断 这个时候是无爱道 正呢 无祸处 这个就是解脱道 然后一分祸处的时候 即呢 因果等五生 所以这个时候 当我们可以拿到 或去除的时候 进入五生 世民呢 从甲入空 所以透过我们对于因成甲的官带 然后怎么样呢? 以四句子官的一个方式 有没有 然后就可以进入五生 进入五生就是从甲而入空 从甲而入空 所以因成甲可以让我们从甲入空 不行的话 就是相续来相待 用四官官甲入空 也是一样是如此 一样是什么呢? 自他共理的四官 自他共理的四官 然后官甲入空 也是一样是如此 所以 当破出品 既然余八品 也是一样是如此 所以摊的一品 余八品 类推 摊这样子 慢吃九品 也是一样是如此 当然他是破慢破吃 也是一样是可以 破慢破吃 这里就没有撑了 对不对? 因为从色戒以上就没有撑了 就没有撑 好 那我们就来看 破出产的私货 刚刚是讲大致的破色戒 那破色戒其实就是破色戒的四禅 所以要从初禅一直破到四禅 初禅破到四禅 所以大致上色戒是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呈现嘛 对不对? 那初禅的部分 其实我想 其实就不会太过于陌生了 因为前面大概就是 以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去破除 那底下其实就是一层一层上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 破出产失货的部分 若出产破四账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发中间 中间就是怎么样呢? 发中间定 就是出产到二产的中间 叫做中间 我记得以前我做过一个比喻 就是爬楼梯也是一样 一楼到二楼的中间 有没有? 这个就是中间 不到一楼 比一楼还要高 比二楼还不到 这个就是中间 于此命中的时候 不会生二禅 为什么? 因为你还没有到达二禅 例如玉戒 当我们信账不去的时候 不会生出禅 所以其实你一定要达到 这个禅定的标准 你才可以生上去 要不然你不可能会生到 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高的这样子的一个天界 所以今儿出产破性 性就是什么? 性障 没有错 出产破性障 就是烦恼 然后破什么样的烦恼? 欲戒的烦恼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二禅即发 予喜俱生 以喜乐四肢等 那四肢其实就是二禅的什么呢? 禅之 刚刚其实我有列出禅的禅之 就是 觉观喜乐心以尽性 对不对? 那二禅的禅之就是 我这边有标同学可以参考 就是内禅喜乐一心 一心就心以尽性 内禅喜乐心以尽性 内禅 其实也可以说是属于内心亲近 这跟我们其实在修学五根五粒的 五根当中的性跟有关系 总之就是内心亲近 内禅喜乐一心 一样有喜乐一心 刚刚有跟同学说 初禅跟二禅的喜乐一心是不一样的 越高越殊胜 越高越殊胜 那当然呢 那在二禅的就是禅之当中 其实还是一样是有它的 怎么样呢? 喜乐味啊 对不对? 它的二禅的这样子的一个殊胜的 这样子的一个殊胜样貌 所以始终有味 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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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有九品 平品 就有三甲 一样是胜胜吃 没有撑 没有撑 所以这三甲 简单 我们这边算是简单来看 所以 当我们的内禁法成 跟义跟合的时候 这个就是阴沉甲 内禁法成 其实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内禁 还有喜乐心一心 心一静性 对不对?一心 这个时候就是成就二产的产知 所以内禁法成 内禁之心相续得生 这个就是相续甲 戴不进内 不内禁 而有内禁 这个就是相戴甲 所以这个三甲 要去怎么样呢? 以四句观简来破除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随禅受生 那你如果能够观简的时候 你能够在这个地方破除甲 当然你就怎么样呢? 从甲入空了 从甲入空 所以今呢 用止观来修习 成就方便的圣禁 无碍断或解脱认真 可以入得事理无声 入得事理无声 所以其实在有关二禁的禁定 当中有可能破无名 入无声 出产也是 欲戒也是 所以当未入者 更观相续跟相待 亦如是 余八品也是一样是如此 贪 不是 吃跟慢等亦如是 吃跟慢等亦如是 这个是阴沉 然后破出产私祸的部分 那我们底下来看破二禁私祸 破二禁私祸 破二禁私祸 一样二禁也是一样是有 市脏跟性脏 其实是越上面 当然是越殊胜 但是呢 烦恼是越轻 越细 障碍也是一样是 越细 越怎么样呢? 不容易去觉察 但是还是一样是有的 有什么呢? 有市脏跟性脏 所以当市脏去的时候 发中间定 然后性脏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发三禅 而三禅的禅之 也是一样是有五个禅之 那我标注在这边 同学可以稍微参考 舍念慧乐一心 这是在佛学词典找到的 但是有一些禅之没有写那么多 我知道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那我当然就举一般的 让同学去稍微了解一下 那我们同学没有修禅定 这个都当作是参考 没有关系 然后舍念慧乐一心 其实要让同学去 就是了解跟提醒的地方是 这个喜到三禅就没有了 喜 所以三禅的主要的一个禅之 其实是乐寿 所以与乐俱发 与乐俱发 其实如果同学 如果有常常看 一些佛教典故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 有一些禅者 比较容易单立在禅定当中的 就是三禅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在乐寿当中 没有办法拔除 那种乐寿 比世间的任何的乐寿 都还要 让人家怎么样呢 欲罢不能 所以三禅 其实是一个让修禅者 要必须去谨慎的 这个禅定 所以与乐俱发 此乐而生妙 圣人能舍 凡夫怎么样呢 舍为难 所以当你到三禅的时候 修到三禅的时候 不好意思你还是凡夫 你还没有成就圣者 为什么 因为你的烦恼还没断 所以此中有爱慢吃 凡呢有九品 平平有三甲 一样乐对一根 乐心相续 代无乐有乐 这个就是三甲 这个就是三甲 所以如果不观察的时候 我们会随禅受身 那金呢用四句的光慧来破除 方便圣禁 无碍断祸 可以解脱正真 而成就事理无身 但是你如果在阴成甲 没有办法去成就的时候 那接着就更加往下修 就是修相续甲跟相代甲 基于八品一如是 还有吃慢九品也是一样是如是 这个是破二产的私货 那同学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来看破三产的私货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破三产的私货 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看到三产的私货 对不对 现在要破三产的私货 一样三产也是一样是有四根性两货 所以若破性货的时候 这个就会舍聚起 舍聚起其实就是 以第四禅 的舍禅之当作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说明 所以这里的舍聚起的意思 我们的课本有标 就是第四禅就会陷起 好 那我们第四禅 其实他的禅之 主要有四个 官府这边有标 就是不苦不乐 舍念跟一心 所以第四禅上去的时候 上去到第四禅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超越乐寿 这个其实就是不苦不乐寿 不苦不乐寿 是更加殊胜 所以虽然是这样 一样在第四禅 一样备有爱慢吃 一样有九品 所以如果知道的话 在这个地方 用我们有没有四句观法 三甲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察 这个就可以破获 然后正得无声 好 所以一样哦 三甲不动法对一根 这个是阴沉 若不观察 一样你会随惨受身 好 所以你没有观察 这一个什么呢 私货嘛 好 三甲 你一样没有办法超脱轮回 一样随着你的禅定 而受身 好 所以禁用止观 方便圣境无碍解脱 成事理无声 事无声理无声嘛 好 所以这个是阴沉甲 那如果没有成就的时候 那更观相续相待 好 其他的八品吃慢等 也是也是 这个是破三产失货 几乎都是差不多差不多 只不过每一个禅定的禅之不太一样 那一样是三甲 然后呢 以此类推的八品跟吃慢 好 那我们看破四产失货 那我们看破四产失货 若五想天 五想天其实是在四产 四产更上去了 四产更上去 那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怎么样呢 破四产失货 进入五想天 但是五想天是外道的 外道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五想天是流色灭心 顾名五想 意思就是说 不是心灭除 而是心让他不动 心让他不动 因为心不动 所以没有想 没有想 琴呢 为五想 但是他具足想在 只不过说 他的这个想叫做五想 叫做五想这样 但是他没有断除烦恼 所以呢 他就在 这样子的一个 五想天的界当中 的这一个部分 停滞 例如断世障 但是你的性障有存 中不出色 所以 这一个名为外道天 五想天 又名外道天 又名外道天 前破见心 见心久去 当呢 不生此天 当你的什么呢 见或怎么样呢 破除的时候 不会生此天 或为因缘是 心其此定 那么就有三甲 也是一样 是用四观破之 有相续相待 亦如是 也就是说 当生到这个五想天的时候 你还能够知道运用四观 来破除三甲的时候 你还是有可能会正的五身 意思是如此 那我们来看 这个图表同学可以参考 就是刚刚的出产到四禅天 还有呢 五想天 那配对 还记得吗 不是有三界九地 玉界 玉界 其实就是五去杂居地 对不对 色界有四地 五色界 也有四地 那色界的四地 分别是什么呢 离生喜乐 定生喜乐 离喜妙乐 跟舍念亲近 那刚刚其实是配对 出产二产三产四产 但是四产呢 其实是对舍念亲近地 其他还有六个天 那刚刚有讲到五想天 那还有五天 这五天叫做五阿那寒天 五那寒天就是 三果圣者居住的天 所以我这边有标示 就是五凡五热 善见善献跟色究竟天 是三果圣人所居的 就是五不还天 五不还天 那也就是什么呢 五那寒天 五那寒天 所以底下要跟同学 介绍的就是五那寒天 这里 OK吗 可以 我想这个图表 会比较清楚一些些 那五那寒天 后面有标示 同学可以参考 更殿四产 用五肉夹熏有肉 设定转名 果报会转圣 因为在五那寒天 其实是三果圣人所居住的 所以三果圣人 其实已经有办法用五肉 来去怎么样呢 做官 所以 用五肉做官 他一样还是有烦恼 未除的 维系烦恼 所以他用四产的禅定 然后以五肉夹熏有肉 这个夹熏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念头有没有 五肉有肉无肉 这个叫做夹熏 夹熏夹熏 很像三明治有没有 对不对 前后是五肉中间是有肉 叫做夹熏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把什么呢 五肉串成怎么样呢 一气 就变成 五肉能够一直延续一直延续 能够达到五血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成就阿罗汉果 意思是这样 夹熏的意思 第一次其实我这边有做注解 同学可以参考 就是前后五肉中间是有肉 始多念等肉聚成一念五肉 所以叫做夹熏 像三明治一样 就是前后是五肉中间是有肉 那你呢 其实渐渐的把五肉串成一念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达到五血 意思是这样 意思是这样 好 好 那我们就往下 往下 当呢 圣定起的时候 也是一样啊 会有哀慢吃九品三甲之祸 因为三果圣者 其实烦恼并未断除 所以一样是用三甲四官的方式 来去做对质跟体答 所以用四官体答无碍解脱的时候 成就四里无声 那若未去跟修相续相待一如是 其他的八品也是一样是如是 吃慢一如是 这个都跟前面的后面在做一个结语类推 他的文字都差不多 所以色戒四九三十六品不生进 四九三十六就是四乘以九等于三十六品 为什么四 来同学 四是什么 四地啦 对不对 九呢 是九品 所以四乘九等于三十六品 这个就是色戒 这个就是色戒 如果同学会觉得说 我不知道 我在同学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四的后面同学可以标地 四地 就是土地的地 九呢 后面可以标一个品 上中下 上上上中上下 然后中上中中中下 下上下中下下 就是九品 所以四地 九品 乘以 两个香橙等于三十六品 不生进 以上就是破色戒私货 那我们再来看破无色戒私货 一样同学可以看破无色戒私货 后面的那个瓜糊 就是每一禅天接同上 一样是以贪欲出品当作是例子 其余是类推 类推什么呢 类推八品跟吃和慢 好 那我们来看破无色戒的九品 破无色戒的九品 一样这个是观法 观法 那观法呢 从空 无色戒有什么 空无边 室无边 无所有 跟 非想 非非想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从空处来看 若欲灭 有对等三种之色 这个有对 的对 我这边没有标示 这个对的意思就是障碍的爱 障碍的爱 好 所以同学自己本身把对的后面标示 补充就是爱 那有学过句色的 其实应该对这个不会陌生 那有对等三种之色的三种色 就是可见有对 不可见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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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灭三种之色 同学可能会觉得 哦 这个是在讲什么 什么是可见有对 不可见有对 不可见有对 不可见无对 你就可以知道我们世间的样貌 其实是可以去做理解 可以看到 而且有什么呢 有直爱的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你看到的任何的事物 这个都是可见有对 那比较可以清楚说明的 比如说颜色 青黄赤白 这个都是可以看到 而且怎么样呢 有直爱的 一定有直爱 一定有直爱 然后你才可以看到 一定是如此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种色 好 来看第二种 不可见有对 不可见怎么会有直爱呢 有的 当六成当中的五成就是 生 香 味 对不对 我们看不到啊 但是我们怎么样呢 可以 对应得到 对不对 所以声音我们看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听得到 好 这个就不可见有对 好 不可见有对 这个很像我们其实 现在的人所说的 比如说坡啊 有没有 比如说福特 对不对 这个类似于像这一个 不可见有对 那第三种呢 是不可见无对 其实有一种 有一个名称去讲的话 其实就非常清楚 就是无表色 无表色 那不可见无对 为什么还要列在色当中 因为无表色也是一种色啊 那什么是无表色 很简单 就是比如说戒体 戒体 你受戒之后不是有戒体吗 对不对 这个其实就是色的一种 好 所以这个是不可见无对 好 然后 灭有对等三种之色 好 这个事实呢 破视障 那破视障之后呢 发味道地定 发味道 然后呢 破性障 入 空 处 空什么呢 空无边处 入空无边处 那虽然 其实 空无边处 已经是在色界之上 进入无色界了 但是还是一样是 具有爱曼痴喔 具有爱曼痴 所以一样是用四观的一个方便圣进 成就 事理无身 若不去的时候呢 更加修相续相待 还有八品 以及痴慢等 也是如此 这个是空无边处 修定 修定 其实未必是好事啊 是好事啊 因为修定也是不容易 但是也未必是好事 我不知道同学还记不记得 那时候玄奘大师嘛 他那时候不是要西行去求法的时候 他不是有一次 他在西域的沿途当中 遇到一个不是打坐很久的人嘛 对不对 在西域记当中有记载 所以那时候 其实他在经过 那个就是山中的时候 有没有 他路过看到有子气腾生嘛 对不对 然后他就想说 哇子气腾生 山中一定有一个修道人 在里面修行啊 结果大家去找找找 找到后来有没有 他在一个洞口当中 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打坐 所以 玄奘大师的弟子 其实就跟他师父就说 啊这个人大概死了吧 那玄奘法师说没有 他是修灭禁定 他拿一个引擎一敲他就出来了 但是呢 玄奘法师跟他讲说 你的色身 哦 那个那个人 起定 起定之后看到 玄奘大师以为他是 释迦佛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在等 释迦佛出身啊 结果那个玄奘法师就跟他讲说 没有啦释迦佛已经原疾了 他听后怎么样呢 痛哭流涕 后来玄奘法师知道他的色身 已经 在世间太久了 就 劝他赶快去投身 然后投身就说 你投身要到哪一个地方 的哪一个地方 然后去投身 结果那个投身 听说就是谁啊 就是盔姬大师 你们不知道这个故事吗 听说就是盔姬大师 盔姬大师是谁呢 盔姬大师就是当始唐朝 未持功的儿子 但是你看哦 他修定修到灭尽定 可以做那么久 那时候劝他出家 他还是一样 是有很多很多的欲望嘛 所以那时候他说他 要三种什么样的条件 他才要出家 所以他说 所以传说 他是三车和尚 三车和尚 你们不知道这个故事哦 对啊 这个就是修定 修定 所以修定 其实还是一样 真的要破除烦恼 要有智慧 要修慧的这样子的一个功夫 好 是空无边处 我们进入事无边处的部分 先原空 然后空多则散 舍空原事 舍空原事是指 从空无边处进入事无边处的部分 所以舍空原事 即得试定 与心相应 所以在事无边处 一样是具爱曼痴的 所以用四观方便圣境等 成就事里无身 余力可知 这个是在事无边处所修的 从丝或入甲 入空 从丝甲入空 来我们来看 无所有处 先原事多定心分散 舍多事 然后原无所有事 因为刚刚是事无边嘛 现在是要到无所有事 无所有处 所以这边就说 如果原少事的时候 起得明无所有吗 那则是用少事 起得明不用处也 这个其实就是在讲 有关就是 无所有处 到底是取少事来入定 还是不用事入定 主要是在问的是这一个 但是以前的人 其实对于无所有处 所用的事 有不一样的说法 但是自得大师 不用古人所说的 自得大师主要 那对于无所有处的行者 入到这个定的时候 主要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主要是下面的这句话 今原无所有入定的时候 此法跟心是相应的 此法跟心相应 是什么意思 是后面我刮斧的意思 主要是用意根 对无所有的法成 生少事想 并不是取少事 而来怎么样呢 入定 不是这样子 取少事入定 应该不太容易入定吧 我是这样觉得 所以他的方法是这样 方法是这样 但是其实要入到无所有处 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已经在四产之上了 从空无边 事无边 而来进入到无所有 那必须说 还是一样是聚三甲 也是一样用四观 余利可知 余利可知 好那我们就进入 五有想 非无想处 就是 非有想 非无想处定 所以当呢 这个定 已经超越 是 五边 无所有处定的时候 其实是更加怎么样呢 更加真胜了 所以 这个呢 就是 非有想 非有想处定的时候 是从 先 是处如庸 无所有处 如庸 把这两处 的定呢 视为 庸跟庸 多余的 所以他比 这两处定 还要更加殊胜 所以更有圣定 名呢 非有想 非无想 那 这大师 举阿比婆 沙论 当中的一句话来说 就是 非 非有想 非无想的意思就是 不是 无想天的 无想 还记得无想天吗 无想天 其实就是 外道天 外道定嘛 对不对 是在 就是 四禅定之上 好 四禅定之上 所以他是属于外道定 非无想天的无想 而呢 也不是 非 三空的有想 三空就是 我空法空 我法俱空 也就是说 进入这个定呢 他也没有修这三空的定 所以 他还是在三界轮回 故言什么呢 非有想 非无想定 好 那我们 再看底下 就是成论师 对于这个定的一个说法 人师云 人师就是成论人 成论师 无想呢 无想呢 是色天的异界 不应乃此得明 就同界是明呢 前无所有定呢 已经除想 今呢 复除无想 所以 同时 舍去想跟无想 故言呢 非有想 非无想定 这是有关 陈论师 对于 非有想 非无想定的一个 解释说明 好 那我们来看 大致度论 一个常有肉 三当分别 那前三呢 是亦有肉亦无肉 可以发出事字啊 明呢 亦无肉 因为这个定 会比较特别 然后 在 就是大致度论 对于这个定 有这样子的一个 做说明 然后他说 此定不发无肉 专事有肉 然后 叫门对姬 或负或显 做 如此说 就是 有关叫门 或者是 有一些论点当中 其实会有 对于这个定 做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做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到底他是有肉 或者是无肉 所以 就有不同的说法 陈论师 跟大致度论 其实对于有关 非有想跟 非无想定的 这样子的一个 有肉跟无肉的判别 但是智德大师 其实就有说 自有人于此定当中 可以发的无肉 还是一样是 有怎么样呢 有在这一个定 当中 修成就的可能性 此复云合呢 今且依教 来做说明 此定虽然没有 粗的烦恼 但是他有 成就十种戏法 戏法 我瓜虎在这边 同学可以参考 就是 受想行处思 然后欲解念定会 在禅门当中 其实有做说明 这个可以看一下 这个等 等于说 其实会有一些 很维系的心所在 那一个 非有想 非无想定当中 做运行 所以 虽然是 不是想 也不是无想 但是 他就是众生 在那个定当中 他就是没有破除烦恼 他就是三界内的一个众生 在 那一个 怎么样呢 天当中 其实轮回寿生 所以 因之此定 也是一样是聚三甲 今呢 一向用无肉制破 方便圣境无碍解脱 成 事理 五身 所以 在 这个定 修 从 丝或 丝甲入空 一样 九品也是一样 是如此 立前可知 立前可知 好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廖简 与小节 如果用 是字 然后来断 诸私祸 名 禁制 禁什么呢 禁私祸的智慧 所以叫禁制 那无肉制断呢 名 无身制 因为已经达到 无身无肉的智慧 所以禁制 无身制 是一样的意思 因为已经断除什么呢 断除私祸 达到什么呢 无身的智慧 是名 替以私观破三界 有九九八十一品 私祸境 名呢 破法篇 所以我们今天把有关破 有关私祸的欲界色界 无色界算是介绍完毕 其实不会很困难 我相信这样 我们一起这样读过之后 其实就可以知道 大概公式 就是智德大师 他的一个方式 抓出来的时候 其实 那个解读是 大概差不多是一个 同一个模式的 同一个模式的 应该不会太难 所以我们直接进入 有关施甲入空关的 卫赤 卫赤其实就是什么呢 接位 卫赤就是接位 那我们看一下 接位呢 第一个是三藏家破四位 第二个是通家 第三个是别名 名通家共位 第四个是别名 名通家的菩萨位 我问同学 我问同学 第三个通家共位 是共什么位 三圣共位啊 声闻圆解菩萨 所以 通家跟别家 的名称 以及通家 就通教嘛 用别教的一个 那个就是接位 来去做通教的 接位的判别 在这个地方 稍微有一点点复杂 那这个就是我们下一周 才会进入的 所以先不用紧张 所以我们先从三藏家 这个地方开始来看起 所以要进入三藏家呢 其实 等于说是在312页 对不对 就是有关 叛位的部分 西甲断丝或的三藏破丝位 那同学可以看到 我投影片上 有没有 的这个图 这个图呢 在哪边 在314页 的上面的那一个格 西甲断丝或的三藏破丝位 所以 同学只要看上面这个格就好了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一个 西甲断丝或 那这样我们就不会太复杂 所以我们就没有后面什么说明啊 有没有 戒别明的明啊 还有戒别明的判啊 这样子的一个复杂 直接看就是我们上面那个表格的 戒籃而已 这样的话其实就会比较清楚 比较清楚 比较清楚 好那我们看 三藏破丝位者 好 成论呢 明十六星 十六星什么呢 就是进入十六星 还记得吗 就是有关八人八智嘛 对不对 对非常好 入出果 对不对 那入出果呢 其实就是见到位 但是义部明十六星 十六星就是第十六星 是进入修到位 所以有不同的一个说法 那这大师是 依照阿必谈心论啊 是依修到来断一品欲货 这个地方来讲的 所以这个图表 同学要记得 要稍微对照以下三百一十四页的部分 所以呢 底下文字的论述 就是金额且依修到断一品的欲货 之后呢 次第至五品禁 揭明什么呢 司陀很像 所以 这边其实指示什么呢 所断的品数 品味 跟所正的果味 在这个地方来去做论述而已 所以同学 如果把这个表格 把它怎么样呢 对应对照的时候 再来看这个文字 我想其实就不会那样子的一个复杂跟困难 所以你看司陀很像 他所断的是什么呢 所断的其实就有什么呢 断一品的欲贱私货 次第到第五品禁 这个是司陀很像 司陀很是第几果 出果 出果没有错 出头反向就是出果像 出果像 出果像就是还没有到出果的前奏 还没有到出果的前奏 那 若呢 超断到第五品的时候 这个就名为佳佳 这个佳佳意思就是说 由佳转生于佳 从向到果当中的中间 向到果当中的中间 所以超断到第五品的时候 还没有进入出果 名为佳佳 这个是比较少去看到 但是有时候看到的时候也不仿 就说多一分了解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这个是比较细部的 要不然其实我们所看到所了解的 就是什么呢 出果二果三果四果 其实谈到像的部分都很少 所以在这里刚好 其实就是让我们可以比较完整的看到 从出果像一直到四果的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次断六品禁的时候呢 名为司陀寒果 名为司陀寒果 这个应该是 司陀寒应该是那个 恶果啦 对不对 恶果断一品的时候 因为其实当我们已经在断烦恼的时候 就已经超过出果以上 司陀寒像是恶果前夕 恶果前夕 那加加是刚好从恶果要到 恶果像要到恶果的中间 这个就是加加 然后到断六品禁的时候就是恶果 就是断六品禁 然后超断至六品禁 明呢一往来 明呢一往来 超断到六品禁 这个是明呢一往来 次断第七品到第八品 明呢阿那寒像 那超断呢一直到第八品的时候 明呢一种子 明一种子 次断第九品禁的时候明阿那寒果 毕竟不复还来的时候 这个就是不复还来欲戒 不再来欲戒 不再来欲戒 所以其实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其实都是在欲戒内 欲戒内 所以在当呢 正夺阿那寒果的时候 他不复还来欲戒 还记得他会到哪边 对五近居天 就是五不还天 就是在色戒当中 有没有无想天之上的那五不还天 五近居天 那个地方 这是阿那寒果 阿那寒果 好那我们接着来看 进入有关色戒跟无色戒的部分 次断出禅出品至飞响的第八品 总共有七十一品 对不对 总共西名为阿罗汉相 阿罗汉相呢 六种的阿那寒味在其中 那个六种的阿那寒味呢 其实我想就不细部说明 就是有六种阿那寒 第九无碍道断 非常第九霍境 第九的一个解脱道正 这个时候呢 名为阿罗汉果 是什么呢 九无碍跟九解脱 道断跟道正的时候 就是阿罗汉果 就是阿罗汉果 所以还记得吗 刚刚其实一开始有说到 总共三十四星段 就是十六星正德见到位 十八星九外九解脱 可以达到阿罗汉果的无学位 是在这个地方 这是有关色戒跟无色戒 所以其实这些文字 其实透过这个表格 我想其实就很容易去对照 跟对应 那就稍微看一下吧 了解一下 就是当我们只知道四果 或者四果相的时候 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果味 可以让我们去了解 三戒私禁得禁制跟无生制 明呢烦恼不生 正德八十一分的真空 明呢理不生 八十一分真空 其实就是八十二品 断货嘛 对不对 断除八十一品的私货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写八十二减一叫八十一 其实就是断除八十一品的私货真空 明呢理不生 所以真呢智慧足 明智慧不生 不受生死 明呢果报不生 一样 这个不生 从两个角度来解释 一个是真理理不生 一个是因果 对不对 就是果报不生 若呢论辟之佛 更青少席 更青少席 不生 怎么样呢为义耳 所以其实这个是讲到 如果谈到辟之佛的时候 这个辟之佛其实已经超越阿罗汉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可以去处理他的一个习气烦恼 而他的习气烦恼 因为还有习气烦恼的处理嘛 他的这个不生 跟阿罗汉果位的不生 又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因为在藏教 只是讲到西甲断司的一个叛位 所以就没有提到辟之佛 辟之佛其实要到通教的时候才会提到 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就不谈 就不谈 好那这里呢就是有关三藏教 三藏的一个就是西甲断司祸 西甲断司祸 ok 那接着呢我们来看提甲断司祸的部分 提甲断司祸 提甲呢就是通家提司 用提法的一个部分 提法的这个方法来断除我们的司祸 供位是什么呢 三圣公位 三圣公位 三圣是 升文元觉跟菩萨 升文元觉跟菩萨 那这个表格其实我刚刚 其实已经有列出来过了 我想用这个表格 来看待通教的修行阶位 会比较简单啊 会比较简单 那我们课本的这个表格 我会觉得有点复杂 所以那个复杂 不是说他做的不好 是复杂 我很很难去把它画出来 让同学去看 就变成很难去对照着画 所以呢 就有老同学就是 当讲到通教的时候 就自己本身翻到314页来这样对照 这样对照 那下个礼拜的315页也是一样可以这样对照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会比较容易 好 那我们看通家提司三圣共位的部分 如大品 大品波罗基因说明有什么呢 有甘惠帝性帝乃至第六帝 而这个是什么呢 共生文 那这个时候同学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关甘惠帝跟性帝 那乃至第六帝是从3456 第六帝就是礼遇帝 礼遇帝是第几帝啊 礼遇帝是几果 对应的就是三果 那第七呢 一半帝呢 其实是什么呢 是阿罗汉果 那第八呢 是辟之佛帝 就是辟之佛果 第九呢 是菩萨帝 那大品 跟这边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但是我还是把它立出来 就是这边其实是一般的 对于有关通教阶位的通说 所以就是可以大致这样来对应啊 对照 我想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 就是差别 太大的差别 所以 大品波罗基因有说明到 光慧性帝乃至第六帝 共生文 其实第六帝共生文 其实 到第七帝共生文 其实是更加符合我们以前所学的 为什么 因为第七帝其实就是一半帝 就是阿罗汉果位 所以他这边其实是差了一帝 那没关系 我们就这样看 至七帝共知佛 应该是到第八 共知佛 因为是辟之佛帝 那至八九帝共菩萨 其实应该是第九帝 就是菩萨帝的部分 那菩萨帝 转入第十帝明佛帝 其实就是从第九的菩萨帝 进入究竟集 就是第十个的佛帝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大品菩萨帝 所成述的这样子的一个十帝阶位 那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通教所学的修行阶位 大致上是吻合的 吻合的 所以我们看底下 所言共地呢 是三圣共地 而有它的一个高跟下 不一样 高下不一样 那智者大师举大致的论上来看 三人同段正始 同入有余无余涅槃 一样三人就是身无缘觉菩萨 同段正始就是烦恼 三人同段就是贪嗔痴烦恼 同入什么呢 有余无余的涅槃 所以它的共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是三人怎么样呢 就是共地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同段正始同入有余无余 而这个呢 在大致论上 也有说到 如呢 烧木有炭有灰 有炭就是还有余嘛 对不对 有炭有灰 有余无余 所以有它的一个高跟下 高跟下 而甘惠帝正是三贤位 五庭心别相总相念处 通事外凡 所以故言什么呢 故言甘惠帝 故言甘惠帝 而这里呢 其实同学可以翻开314页 第一的钢惠帝 说明有没有 外凡的三贤位对不对 五庭心别相总相 所以这个对应其实就很清楚 可以吗 314页的算是第二大栏的 上面的西甲断丝或三账破丝位 我们已经看完了 所以我们进入第二大栏的 提甲断丝或的通教三圣公位 有看到第一钢惠帝 那就对照着看就可以了 那同学应该不会说 我现在要知道五庭心别相念总相念 没关系现在先不用细讲 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自己本身可以去看一下 教官刚中 我想应该是很清楚 那进入第二地就是信地 信者是什么呢 信者就是四善根位 一样对照我们的这个表格 就是进入内凡位 内凡位其实就是四善根 乱顶忍根式第一法 好那这边呢 其实就把四善根位 是什么呢 以总念出力 发善的有肉五音 所以这边介绍 这个暖其实是这样来的 好就是我们知道嘛 在钢惠帝的时候 从五庭心别相念到总相念 总相念之后呢 再发一个善的有肉五音 名为什么呢 暖 这是非常简单的介绍暖位的由来 好是这样 然后增进初中后心 然后进入顶 然后接着是忍位 然后道是第一法 这个就是四善根位 通名为什么呢 内凡 故言信地 而这两位呢 怎么样呢 共福见惑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 这一大栏当中的 左手边就标示 锁断的部分嘛 就是此两位共福见惑 就做得很好这个表格 那八人地我们来看 八人的人其实也是忍字 忍这个字 那就是八人也从市第一 然后转入五间三昧 故名呢八人 就说是第一 进入五间三昧 故名八人 那 记得刚刚我有说嘛 有一种说法就是八人跟见地两个 都可以称作是见德见到位 到达见到位 也就是也可以说是出果虚头还果位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 说明的这个部分有虚头还 就是八人跟见地两个 都可以说是虚头还果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底下 见者见真 断三界见惑八十八十接近 所以叫做见地 见德什么呢 见德真理 这个真其实就是空 见德空 博者呢 除欲界思维六品 故名博地 博其实就是烦恼见博啦 对不对 所以就是博地 一样同学是对照我们的课本的表格 礼遇者除欲界的九品 禁故言礼遇地 所以离遇地是几果 几果 离遇地 三果 三果 那乙半地是除色界跟无色界的七十二品 禁 如火烧木为炭 所以 岩是什么呢 乙半地 故言乙半地 那刮虎七十二品 二界八地 美帝九品 禁 那这个部分呢 同学可以好好的自己算 色界跟无色界的部分 那我们看最后 辟之佛菩萨跟佛地 辟之佛呢 他是福慧生地啊 能够清除喜气 福慧生地当然是对待什么呢 阿罗汉果位来说的 那辟之佛如果对照菩萨 当然 那个对应就不成比例 所以能够清除喜气如烧木成灰 那菩萨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福慧更加的生力 道观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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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同学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 什么是道观双流 道观双流的意思就是 同时可以观双啊 观哪个双 就是同时可以修空观 还可以怎么样呢 出甲观 来化道终身 所以他的道观双流 算是菩萨的特色 修空出甲 自己自己标示哦 修空出甲 断喜气以及色心五知 德法眼跟道种智 游戏神通进佛国土 学佛力无畏等法 所以这个时候的菩萨呢 禅喜相近 就是他清除喜气 其实更加的得力 比起那个辟之佛 如与少灰 那道佛地呢 我们来看 就是大功德的自立智慧 得一念的相应慰 喜气永静 如呢 劫烧火 无炭无灰 这个词呢 即是三圣共识地 断思惑之位 那必须说 这里的菩萨跟佛 不是别教的菩萨跟佛 差别可大了 是差很多的哦 差很多 好以上 其实就是有关 今天我们所看的课程内容 那下个礼拜 那下个礼拜 我们再来看 我们底下的 借别教明通家贯位的部分 就是有点稍微复杂的 那个菩萨接位 那我们下个礼拜 再来好好的 一一的来看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同学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果